女孩奶月经首先是第二性征发育以后 她出现月经 她的症状主要是有些轻微的肚子疼 还有就是在月经之前她会分泌物很多 这些就是雌性激素增加的一些状态 一般情况大部分的小女生 她出第一次月经是不太会有明显的什么月经多 肚子疼得很厉害或者很焦虑的状态 所以一般的第一次月经都会很平安的度过的 不太会给家长和小女生带来很多困扰 她出生了kelt字幕提供 坚持有点 敲地的状态 却是最佳甚至的 并非你都会以为 今晚兴免でも会有严重的 又是柳子疯独的 只阳手 对了 有一些investigation